大家好,我是英宁 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母校 学的是矿产勘探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了不了解 就是把我学废了 我学了七年 只找到过一个矿 就是在黄金矿工里面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 真的要在山里待很久 就我从小听到的历史故事 都是那种大山里的孩子 通过好好读书考到大城市 我们专业的孩子呢 本来在大城市 也通过好好读书 考进了大山里 怎么说呢朋友们 就是读书啊 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别人问我爸妈说 志愿给孩子抱到哪儿 我说抱到哪儿 抱着变形计呀抱到哪儿 而且我们专业实习第一天 老师开着车 就把我们拉到了山里 给了我们一张地图 和一个指南针 告诉我们 今天你们要从这里 走出去 我当时想 哇 老师说的走出去 该不会是 只有一个人能走出去吧 就下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该跟我的同学合作 还是该干掉他们 这我同学拿着研诗说 我先分析一下研性 我说我先分析一下人性吧 后来发现想多了 真的 在山里同学不危险 因为一进山呀 同学就走散了 真正危险的是野生动物 有一次啊 我就被两只野狗给盯上了 下狗 常识都是弯腰剪石头 是吧 但这是野狗啊 它没有常识 我就是正在那弯腰剪石头的时候 被野狗给盯上了 我当时看起来 我不是在下狗 我是在给狗请安 你知道吗 狗说忘 我说知道 所以我 我都不敢盯着那个狗看 我怕它觉得有敌意 所以我当时只能 低着头看石头 整个画面就是 我在分析言性 狗在分析人性 而且它们确实在分析 因为我手往左 它们就往左看 我手往右 它们就往右看 感觉它们不是对我感兴趣 就是对这块石头感兴趣 我当时想 哇 这两只狗该不会 还是只学术狗吧 狗还算好的 你知道吗 有吃的我喂它 没吃的我喂它 最可怕的是遇见了蛇 遇见蛇我们的常识是什么 打蛇打七寸对吧 关键是谁能告诉我 蛇的七寸在哪呢 我总不能在哪 我说一寸 两寸 三寸 你别动啊 一动不就数乱了吗 四寸 五寸 六寸 哎 这蛇就六寸 真的好不容易要下山了 我们还得敲一包石头 背回去研究 我们学校建校七十年了 每届学生都从这个山里背石头 把这座山的海拔都背低了 让我们愚公知道的都得想 我说什么来着 就搬山这种事情 根本不用请神仙 中国地理大学就给办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挺喜欢我们专业的 就是学这个专业 真的会让我们心胸开阔 因为在我们地质上来说 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一百万年 就说实话 人类的历史都不够一个小数点 就是虽然此刻 我现在在透口秀大会的第五季 但在地质年代上 我们人处在 显生骤新生代的第四季 其实说到底 就想想这两年的糟心事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个小数点解决不了的 谢谢大家 我是英年